喂喂喂 慢着 為什麼是海昆天的? 明明上兩個星期才介紹完 它的芫荽點心放題 那就是因為它8月轉了新主題 今次是芝士點心放題 所以我們第一天推出 就馬上去拍多次給大家看 想知道好不好吃就不要走開啦 大家好 我是阿培 我是泰莉 今次要去的餐廳地點很方便 黃埔站D2出口 向著海皮的方向走 然後轉右 就會見到九龍海日君卓酒店 入到大堂就搭升降機上2樓 我們是食第一節11點鐘開始 之後還有幾個時段 最遲的節就是2點半開始 餐廳都幾準時才放人進去 如果早了到可以先拿票 然後在外面坐下 都幾多位的 講回價錢先啦 星期一至五 90分鐘就收168元 120分鐘就貴少少 188元 另外再收每人20元差錢和加一 留意周末會再加價 我們兩次來這裡吃都是吃120分鐘 不過我見很多台 其實都是90分鐘就走人了 我想都能吃一次的 另外這裡都幾搶手下 記得要訂桌啊 不說那麼多了 我們馬上就點了幾款芝士的點心 第一個來的就是這個蝦春卷 跟上次吃一樣 炸東西都是很新鮮滾熱的 它就類似平時吃的 摩斯威拉的炸芝士條 裡面的蝦就不多 不過芝士的溶點好像不夠低 很快就凝固了 那個拉絲的效果不夠 而且會比較硬一些 然後就到這個芝士燒賣了 這個要解回上集的米 原來燒賣的底是真的有皮的 所以我沒有種到這個萬德拉效應 這個芝士燒賣它的芝士味 好看菜素 其中一粒的面頭 就會見到黃色一塊芝士 那一塊就會吃到芝士味 不過也是不濃的 我還是覺得平時有冬菇的燒賣 會比較好吃 接著就是這個黃色的蝦餃 皮是黃色的 但其實沒有芝士味 主要是吃餡料 餡料跟剛才的芝士蝦腸卷很相似 如果你吃到芝士的部分 味道很濃 但剛才的三樣都是 一沒有芝士的部分就會比較淡 比較淡 接著就到這個芝士素粉果 大家可以見到皮很薄 都看到裡面的餡料 這個粉果都會有少少拉絲效果 不過它本身大家都見到有很多菇 在裡面就蓋過了芝士味 吃完蒸東西不如試試炸的東西 這裡我們叫了三款 都是芝士主題的點心 第一個是這個芝士蛋撻 我們以為是芝士撻 誰知吃起來也是一個蛋撻 上面那層才有少少的芝士 沒什麼特別 就不是那些流心芝士撻 這個圓滾滾的是玫瑰芝心球 就好像日本炸麵包的口感 吃起來其實像年糕 有點煙韌 裡面那塊金黃色的芝士 其實就是奢打芝士那種 那麼多款點心裡面 芝士味最濃的 而大家都會見到 它的拉絲效果是最厲害的 然後這一塊好像鹹水果的東西 其實是芝士蘿蔔果 它就不是平時我們會吃到 很多層那種蘿蔔酥 它都是一塊糯米質的東西 軟糯軟糯的樣子 其實裡面是什麼鹹 我都不太吃得出 它說有芝士也是 好像是沒有的 其實好像一個芝士鹹水果 可能 這一件是芝士黃牛酥 上次吃芝士放堤 都有類似的黃牛酥 裡面是一些 碎到很爛的免治牛肉 我反而覺得上次更好吃 會吃到芝士的味道 今次這個芝士味 真是淡到吃不到 還有這個芝士會飯 它的材料都挺豐富 有洋蔥、火腿、粟米 那個其實是炒飯底 吃這一碟飯的時候 這個感覺就好像吃你去完喝的炒飯 那樣 但是混了一個沒有什麼味道的芝士汁 在上面 其實我覺得那個芝士汁和炒飯 不太合 平時如果吃茶餐廳或者快餐店 都會有一些白汁放在白飯上面 那些會比較配 接下來就是這個芝士腸粉 它就是煎了那些腸粉 然後就放一塊芝士片 讓它慢慢溶下去 這樣 你想想我們平時吃的那些煎腸粉 會加多少醬油、甜醬、辣醬 但是它就會走掉那些醬 然後只是放一點芝士 你覺得夠不夠味 那當然不夠啦 我覺得它比我平日 在家裡夾麵包的低脂芝士 感覺這麼多款的芝士點心 它用的芝士都不是那些很高級 很濃醇香那種芝士 那就不如吃一些普通的點心算了 如果有看上一條片的觀眾 其實可以按上一頁 因為其他點心 覺得質素也是維持到的 嘩!你怎麼這麼說 或者可以按完訂閱 按完訂閱鍵才按上一頁 這個是普通的一口蒸蝦腸 跟上次一樣都是不夠熱 那這個我想都是死證來的 因為它一件一件都上 今次唯一不同就是多了這個咖喱魷 第一次叫的時候它流單的 第二次才來回 那我見它的醬汁被一些蒸氣弄得稀 原本都擔心它會不夠入味 那誰知道吃下去又真的很夠味 蘿蔔就因為不是炆的 味道就差一點點了 但是要等價交換 今個月的菜單就會沒有了鳳爪和金錢肚 其實如果這樣比較的話 我就會寧願要金錢肚 是啊 今餐黃桑飯又吃完了 你覺得整體的感受如何 其實我原本是充滿期待的 上次吃完這個芫荽放題 因為自己不喜歡吃芫荽 今次這個芝士主題 正正是開正我的飯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吃芝士 誰知道來到 就發現所有點心的芝士味 要不就不夠厚 要不就是用的芝士不夠美 其實都非常失望 它都是類似平時的中餐 那些酒樓用的芝士 都是不太講究 那我就覺得上一個月 吃這個芫荽放題 就會比較好吃 還有可能因為芫荽 本身可以撞到很多不同的點心 都是可以的 今次芝士很明顯 跟某些點心是不合的 例如煎腸粉 例如炒飯 那如果你是芝士迷的話 你就可以再三考慮清楚 究竟來不來這裡試 是啊 或者等它再換主題再來 其實它的價錢 如果是吃普通的點心 我覺得是蠻好的 如果未訂閱我們的觀眾 記得訂閱和按鐘仔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